当年是我祖父 我现在有能力给你幸福 跟我这机会好 我是个土老的小孩 来把我这些失去的一些全部夺回来 电视剧《海上繁花》正在热播 到目前为止 出现在杜小苏身边的男人一共有三个 分别是贴心男友邵振荣 霸道总裁雷宇峥 还有前男友林向远 话说向远是个典型的凤凰男 为了财富与名誉可以抛弃一切 当然也包括杜小苏 对于这段恋情 小苏完全不想回忆 加上邵振荣的死亡 她已经两次在感情中受伤了 唯有雷宇峥 才是杜小苏命中注定的存在 在霸总独树一帜的辽媚公事下 杜小苏放下了对邵振荣的心结 并与雷宇峥陷入了爱河 然而林向远不甘心了 这天她借着酒劲打算重新追回杜小苏 只见林向远一下子把杜小苏 鼻动在墙上想要抢吻她 危难关头 雷宇峥发疯似地冲过来 一拳揍倒了林向远 随即宇峥像是失了智地 对林向远一顿暴打 嘴上怒骂着我的女人你也感动 要不是杜小苏强行把两人分开 估计雷宇峥就要把林向远打死了 不得不说这段看得好刺激呢